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很高兴在今晚开始到主日 我们有陪灵会 一起来学习提摩泰后书的信息 主题是打那美好的仗 特别在这瘟疫流行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的生命和使命 我们要完全靠主的弟人 只为主的荣耀来传扬福音 为主生活,为主侍奉 打那美好的仗 在10月31号 我们知道所谓的改教运动纪念日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 在英语世界里面 如果你问他 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或者英文是 Are you a Christian? 有三种人会说是的 当然那些异端 那些我们就不算了 主要是有天主教徒 罗马天主教 哈以说他是信耶稣基督的 还有希腊东正教徒 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与罗马天主教 希腊东正教是不一样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16世纪的时候 有所谓的Reformation 这个所谓的一般翻译为宗教改革运动 其实它不是改革的宗教 其实是改革教会 教会经过中世纪之后 在天主教这种错误思想 在老子之下变成了迷信 人们没有真正的福音可听 那时候一般信徒没有圣经可读 所以就变成了相信 中世纪的教会所传讲 借着信靠教皇 信革天主教所发放的这些圣礼 才能够得救或维持得救的地位 神兴起了 马丁路德在所谓10月31号1517年 张贴了95条论证 恢复了真正的福音作为开始 这一天被称为改革纪念日 所以真正正统教会 是不会去过那些所谓的 Halloween 万圣节 这些错误的文化民俗活动 但是在最后主日 10月底会庆祝改革纪念日 我盼望至少我们在座 我们教会是 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教会 我们教会的名字叫做 恩典圣经 华人恩典圣经教会 所以是我们看重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圣经 我们要归回改革信仰 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 英文叫做protestant 就是表示我们是抗罗宗 抗议罗马天主教错误的这些教导 所以基督教会不是新教 所以虽然有些人把它翻译作新教 在学术上 但是是错误名称 因为基督教会 我称为这个就是所谓的 抗罗宗复原 回到圣经所说的真正的福音真理的教会 真正的回到早期教会的基督教会 我们称自己为基督教会 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不是基督教徒 教徒是信一个宗教 那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 我们信的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喜欢称自己是基督徒 那既然称自己是基督徒 我就表示我们都是16世纪改教运动的子孙 那我们不是天主教徒 我们不是东正教徒 那么什么是改教运动呢 总的来说 大家可以常常听到有所谓的五大唯独 或五方面的唯独 那就唯独圣经 唯独圣经神的话 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的准则 然后根据圣经我们认识到唯独恩典 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 神恩独作 而不是我们所谓的一般人所说的 这个天主教讲的这个神仁合作 完全神恩典 那这个在我们这一次的 提供太后书的系列 会把这个圣经真理传讲得清楚 我们不要糊里糊涂 以为我们是跟上帝合作 上帝赐下恩典 让我选择要不要信 神恩合作配合 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能够得到拯救 重生完全是神的恩典 神恩独作 那因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恩典是我们得救的本质的原因 神的恩典 然而这个媒介的原因是信心 接着信 那么这个信 连这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的 真实得救信心神所赐 都有圣经经文清楚的根据 所以唯独因信基督称义 不是加上人的选择 人的行为 人的功德 那么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必然是唯独以基督为中心 基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也是唯一得救的圣民 所以唯独基督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 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 靠主基督耶稣恩典 也是为主基督耶稣而活 打那美好仗 是因为我们的元帅 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 既然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唯独因信基督称义 唯独基督是中心 所以必然结果是一切荣耀 完全归属于神 唯独荣耀归神 我们不可窃夺神荣耀 所以因此缘故 这五个基本的信念 圣经真理 就称为改教运动 从马丁路德开始 一直到约翰加尔文 这十六世纪改教家 第一代到第二代 所传讲的真理 也称为历史历代 正统称自己为基督教会 名副其实的信仰与生活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教会 我们是恩典圣经教会 就会是不真正相信 或持守 或活出这五方面的围独的话 我们是真是不孝了子孙 我们等于是偏行基督 还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 因此在这次的培听会里 就帮助我们 信他自己 我们的信仰生活 是不是真正这五方面的围独 那当然你会说 如果天主教也会说 我们也讲圣经 我们也讲恩典 我们也说要信心 我们也说要信基督 我们也说神的荣耀 然而基督徒 基督信仰跟天主教的信仰 差在什么地方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当中 如果有天主教背景的地方解决 或是有天主教徒 我欢迎你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 我们一起来学习 但我必须根据圣经 以及教会历史事实说明了 天主教不相信这五大围独 他们相信圣经 但不可以说围独圣经 因为教皇讲的话 天主教教皇讲的话 教宗讲的话 也是神的话 所以就冲淡了 所以必须用教皇的话 就是天主教的教皇来解释圣经 所以双重权威论 事实上也架空 因为只有架空了圣经 因为只有教皇可以解释圣经 不和教皇的解释都是错误的 因此天主教反对唯独圣经 你说你相信圣经 他也说他相信圣经 你说你相信圣经 真的吗 唯独圣经神的话吗 为什么你加上你的解释 你的想法呢 跟神讨价还价呢 你说要唯独恩典 天主教是要靠神论 但是也要靠我去配合 我选择要接受 我选择不接受 这个恩典就没用了 所以你说要靠恩典 他同意 你说唯独恩典 他反对 然后你说讲信心 天主教也讲信心呢 但是信心要加上 你的行为功德去配合 才能得救 你说唯独信心 人不是靠着 加上这个行为 功德配合得救 他就反对了 基督是忠心 唯独基督忠心 天主教也说 基督当然忠心 他是我们的主 但是呢 如果说唯独基督忠心 那教皇就不是的 那人的理性经验 传统不能来配合 也作为忠心来讨论吗 不行 唯独基督忠心 天主教反对你 这是为什么当年 天主教逼迫迫害 这些改教家的原因 有多少改教家 还有信徒是被火烧死 或斩首的 单单在荷兰的教 那一带地方 荷兰就有十万个信徒 因为不愿意回到 这个西班牙国王所吩咐 回到天主教信仰 他们是改教信仰 而殉道 那唯独神的荣耀 但是天主教说 神当然得荣耀 可我也要得荣耀 你看那教皇穿着衣服 从皇冠到他的 哇 华美得不得了 是不是 天主教有荣耀 非常有钱 有事 但是说神独得荣耀 他不能接受 所以先生姐妹 你说你相信圣经 你相信恩典 因为你是恩典 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 你说你信基督 你说神得荣耀 但是如果不是唯独的话 那你不是真基督徒 至少你不是真正的 所谓改教运动 所恢复的真正的福音 说到这里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课题 也是每位东西里面 需要来反省思想的 因此在我们 我们这次的信息里面 透过提摩泰后书的信息 来回到改教 这个宝贵的恢复的福音 到今天来说 一般的教会 一般的福音派教会 很少讲这五大唯独了 你想想过去这几年 你有听过这方面的信息吗 有没有深入去明白 什么叫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 唯独神的荣耀 你说你知道 可是有没有在你生活中 真正活出来呢 这是我们省察自己 是不是真正神的子民 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的 一些重要的省察方式 格林多后书 十三章第五节 使徒保罗说 你总要省察 你里面有没有真实的信心 有没有基督耶稣在你心里 在你心里做主 那么提摩泰后书 是使徒保罗 生平所写的最后一卷书 大约在主后 66到67年之间 他殉道的前夕 可以说是使徒保罗 临别的信息 临别的嘱咐 嘱咐他的同工 年轻的传道人 提摩泰 以及教会的姐妹 如何为主打那美好仗 当然这句话我们也常说了 为主打那美好仗 我们常常讲 你真的打仗吗 真的是这样吗 认识到这个征战 这个属灵征战 这个全世界 从保罗人所到现在 都是反对教会 反对圣经的潮流 今天更是如此 活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 这个多元变化的世界里面 堕胎同情 暗乐死 变性 这一大堆 孩子们在公寓学校所学到的 被洗脑是什么 你看保罗杂志 电视媒体 这些讲的是什么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 真的是末后的世代 提供他后述所警告的 你活在的末世 你的指望在哪里 你活的目的是什么 这次的瘟疫流行 从2019年到现在 我们说至少三年 三年多了 四年了 这是神给我们的警告 不错 神的确 他伸出他的手来管教列邦 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抵挡神的 教会呢 教会里面的犯罪率 根据统计资料在美国 教会里面的 就是来教会聚会的会有 这个做统计资料 跟那个不来教会的 这个这些人做的比较 那发现这些 所谓的犯罪率 就是离婚率啦 这些等等 几乎差不多 教会里面的人好一点 那原因是 来教会都会收敛一下吧 但是那个数据差不多 所以来到教会里面 人坐在这里听到 不见得比在外面 不来聚会的人好 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 那表示 今天教会也需要被管教 被炼净 主耶稣正在用水 记着道把教会洗净 他来审判全地 他如果不先审判教会 审判从神的家起手 要不然他怎么能审判世界呢 神在管教我们 我相信这个瘟疫也是管教我们 让我们看到 有多少人的瘟疫 离开世界了 这个瘟疫使我们行动 很不方便 使我们原来自我中心 想要享受啦 游戏人间 吃喝玩意的机会 就减少了很多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瘟疫 所谓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不能跟那个鼠灵方面来说 那个鼠灵方面的那个瘟疫来比 那个罪恶的病毒 撒但魔鬼的千方百计的攻击 这个堕落世界的勾引 我们里面老我最近 这个在蠢蠢欲动作祟 这些比病毒更可怕 可是我们却常常不防备 没有进行祷告 这今天教会 一般来说比较软弱的光景 忙一大堆其他事情 节目很多 希望吸引很多人 但是呢 教会的 弟兄姐妹的 属灵生命却没有多大长进 我们人心自问 我们真的是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吗 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生命主权 完全仰望在主耶稣手中吗 我们真的听他的话吗 还是说主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我给我点时间 我还要讨价还价 我要求怎么样跟神在玩游戏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透过使徒保罗 在当时那个末世的光景 在那非常险恶的时代 保罗当时是在罗马坐监 因为传福音被逼迫 他面临死刑的判决 我们读到后面第四章 会看得很清楚 那么第一章也告诉我们 十五节说到 这个亚细亚 就是以佛所在的 这个省会的 这个省叫做亚细亚省 今天读我 西南部这一大片 他说亚细亚省的人 都离弃了我 表示教会里 大批这个离开教会 离教反道人出现了 那么在这样危险光景当中 提摩泰要接棒 继续他在以佛所牧养主的教会 要面对这么多这些冲击 这些考验 这些逼迫 然而他自己的情况呢 年轻 个性比较内向 身体又有病 保罗劝他 有时候要用点药酒 来治疗他的肠胃 他流眼泪 他能承担这个重者大任吗 想一想今天我们 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点病吧 是不是 那我们又常常这么个性软弱 其他方面很刚强 发脾气啊 比别人快 但真正 真正在神面前刚强壮胆了 不多 那如何承担这个艰巨的使命 我们也许会想说 我能在这个瘟疫流行时代 保住我的小命就不错了 我能够在教会继续聚会 到最后能够离开世界上天堂就好了 我哪里有时间管这么多神的托付 我要尽忠师奉打美好仗啊 好像打美好仗只是个口号 好像很遥远似的 我们生活忙来忙去 学生读书 上班做事 家庭主妇 照顾家人 大家都忙得不得了 那连长退休的呢 闲得不得了 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杀时间 找乐子 提摩太后书的信息 是每个女姐妹在身面前 需要深切反省 不要光听到不行到 对我来说 我传讲提摩太书的信息 在各样的堂会聚会里面 这不是第一次了 可是每一次我在传讲的信息的时候 其实都是神给我恩典 让我好好在面对自己 我会传讲这些信息 是主的恩典 我真的有靠主去遵行吗 我盼望 这次陪灵会 主日最后一堂结束之后 大家不是 哦 我们听了一堂信息不错 牧师讲了很多例子 很有趣啊 甚至很扎心 但是回家之后 过了几个月 依然顾我 只有等候明年的培灵会 再来看看有没有另外的牧师 来帮忙一下 看能不能起死回生 我们真的要在这种 错误的循环里面这样下去吗 还是我们在神面前 千万别真心悔改 我盼望在这个周末 不只是周末 你会在今天晚上 或明天下午 明天晚上 在你的家里 或一个安静的地方 在内室 向主祷告 但是你醒察自己 主啊 到底我现在在你面前是怎样的光景 暗明我是活的 但是 我是不是死了 我是不是失去起初的爱 首先的爱 我是不是在追求我自己人生的迷梦 美梦 忽略而根本没有什么去想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 以上是在《听不太后书》的信息里面 所要简单的 你说开场白导论也好 在这四堂信息里面 时间很宝贵 《听不太后书》四章 我盼望一堂信息能够分享一章 当然不能每个细节都讲 但是以这一章的中心主题来讲 透过这个主题看整章架构 以整章 这四章彼此前后的成仙起和关系 对这卷书有个清楚的认识 然后不断地反省 来思想照着遵行 也许有人会说 这是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泰的 那是给我的吗 我不是提摩泰 至少我不再像年轻提摩泰一样 你这样想的话 就犯了一个出发点上错误 这卷书的确是为提摩泰 也为提摩泰之后 直到今天历史在所有神的而已 每一位所写的 因为他是神的话 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下神的话 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血泪交织 所以当你读的时候 你真的用心读 你真的心里会觉得很扎心 因为这些快要离开世纪的使徒 把这宝贵的这个使命 传承给他的这个接棒人提摩泰 以及教会里所有的姐妹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你看 不是我一开始讲提摩泰 但这封书信 保罗书信在教会里面都要宣读的 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本圣经 圣经也没有完全写成 所以重要是使徒的讲道或写成文字 书信在各教会诵读 提摩泰前书说到 提摩泰你要忠信 要以宣读教导劝勉为念 什么意思 宣读使徒的教训 所以这卷书的确是宣读给教会聚会里面 来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领受神的话 因这个缘故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在提摩泰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 愿主与你 就是提摩泰 与你的灵同在 那下面一句话呢 愿恩惠 常 就是恒常 与你们同在 为什么在最后一句话换的主词 不单单是你提摩泰 是你们 表示所有教会东西你们 你们都要听这卷书的信息 这卷书是写给你的 写给我的 不论你是 是儿童 是少年人 是青年 是重年 是老年人 你都需要读它 这卷书对我来说 我的年纪也是老年人的年纪了 但这卷书不断对我带来很大的帮助 我可能是别人的提摩泰 别人帮助我 我也可能成为别人的保罗 来做属灵长辈帮助对方 我们都有责任 一起来学习提摩泰后书 并且真的照着遵行在我们生命生活中 那这四章 总共有四章 第一章叫做为福音受苦 第八章就立刻说了 提摩泰啊 你要不要以为主基督作奸的为耻 也不要以我为主基督作奸的使徒为耻 只要恨我 只要和我 只要与我一同为福音同受苦难 第一章可以说是要为福音受苦 英文是这样suffering suffer for the gospel 然后第二章说到要为福音而战 你要向主耶稣精兵 为主达到美好仗 那么这个所以叫做fight for the gospel 为福音而战 特别说到你要为福音而战 你要知道什么是福音的 第一章已经讲了福音的本质 第二章说到你要如何信靠基督耶稣 他的死与复活是我们救温的中心 是真本圣经的中心 我们如何与他同死每一天 如何与他同活 这是关键 然后在第二章举出六幅图画 非常精彩的图画来说明 如何在基督耶稣里与主耶稣一同打着美好仗 到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为福音而活 在他末世动乱不安的这个时候 这些一切假道横行的时候 你活着是为什么而活呢 你是为你儿女活吗 为你的事业而活吗 为你的喜好而活吗 还是真的是为主基督耶稣而活 为主的福音而活 Live for the gospel 为福音而活 如何为福音而活 遵行神的话语圣经 好 那么第四章最后 讲到 保罗劝勉提问太后我们 要为主耶稣做见证 Witness for the gospel 因为你要为主打着美好仗 跑当跑得守住守心的道 最后见主面 最后你必得到那公义的冠冕 这是赐给每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 所以第四章讲是为福音做见证 所以这样说来 这四章交织在一起 让我们看见 为福音受苦 为福音而战 为福音而活 为福音做见证 那么核心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为主耶稣打那美好的仗 好 那我们请看到第一章 在第一章里面呢 为福音受苦 我们刚刚已经说到 在这里面 那个中心是为福音受苦 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福音 所以首先他先讲到这个生命和使命 开始我们会讲 然后呢 讲到福音的本质是什么 你要认识福音的本质 你才知道你的这个新生命 新道人是因着基督耶稣福音拯救 你这个生命是什么 是什么意义 并且你要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 认识福音的本质 你才真正明白 神所托付给我们 这宝贵的福音要如何传扬 好 所以你看到在第一章里面 所以第一到第二就问安 说明这个生命和使命 讲到 然后说到这个吉默泰 把罗提醒他 你是如何领受的宝贵的福音信仰传承 你是如何被塑造成为神所中的器皿 然后讲到福音的本质是八到十节 所以一到二节问安 三到七节是讲到 提默泰 你我被塑造如何领受福音传承信仰 第三段八到十节是全章的中心 就是福音的本质是什么 第十一到十四节讲到福音的托付 然后十五到十八节最后举出正反的例子 讲到这些离弃福音的人 这个非吉独黑摩奇尼 这是反面的见解 正面呢提出这个阿宁赦佛做美好的见证 好 这是第一章的这个信息 求助帮助我们 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起祢祢祷告 亲爱天父感谢你赐下这本宝贵的提默泰后书 整本圣经六十一卷书都是你的话与生命之道 是生命的灵粮 生命的活水 是我们脚前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得罪你 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语来过圣洁的生活 主啊 将你的话语深刻在我们心中 求主圣灵的宝灰是照明我们心的眼睛 让我们不只领受你的话语而且照着遵行 不只让每个饥渴沐浴的弟兄姐妹心里都要保足 更是每一个主的儿女照着遵行来荣耀你的圣 那真是为福音受苦打这美好仗 主我们遥望你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首先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 使徒保罗这样说了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 正如保罗事先的开头都是先叫他是谁 在这里我们注意看 他是奉神旨意 而且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那福音的恩典是神的万事一天所定的旨意 临到我们生命中拯救了我们 拯救了保罗 那因着他得到这个新的生命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新造了人救世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个新的生命必然带来的使命 使徒保罗被招为使徒 使徒的意思就是 基本的意义就是奉差遣人 可以翻译出有使命的门徒 虽然我们不是初代教会 主耶稣所选招的十二使徒和保罗这样的使徒 但是我们都领受大使命 所以在广义上来说 我们都是有使命的门徒 因此呢 这个使徒就强调的字 中文翻译翻得很好 叫有使命的门徒 那使命是什么呢 换句话说讲到生命和使命 如果你熟悉保罗这个生平的话 你看词不信传他如何悔改信主的 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 但神借着那在大马射城附近的那个大光 当保罗往大马射去做拿基督徒 快到的时候呢 有大光从上面照起来 那个光正午的时候 比那个太阳还亮 把保罗从马上 骑在马上打下来 眼睛瞎了 然后保罗知道神在管教他 神在向他说话 他只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 主啊你是谁 使徒保罗他以前是法利赛人 叫扫罗是不是 他一直在侍奉他祖宗的上帝 他怎么不知道神是谁呢 可他知道这下情况不妙了 这个光比正午的太阳还大 很亮 是神荣耀大光显现 把我打下马来 我瞎了眼 表示我以前根本不真正认识这个 我所信靠的祖宗上帝 主耶和华他是谁 赶快问主啊你是谁 不论亲爱的姐妹 你在从小的教育长大 你父母信主的 或者你后来信主的 你要搞清楚 到底你信的耶稣是 哪一位耶稣是谁 保罗问了一位 主啊你是谁 主亲自回答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纳撒拉人耶稣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保罗在逼迫基督徒 凡是坐在主 基督徒一个小子身上 坐在主身上 所以逼迫主耶稣 叫我们就逼迫主耶稣 这是保罗 他后来很痛苦难受的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不知道 不信不明白是做的 所以他知道 原来他所逼迫的这些基督徒 所信奉的那位耶稣基督是主 用脚踢刺是难的 这个刺是赶牛的时候用刺棍 管掉动物的刺棍 不听话就刺 那个牛发牛皮气 反过来要来对抗的时候 就用脚去踢主人的手上 那个杖刺 踢得会痛 你踢刺没有用 自己流血痛苦 你抵挡不了主人的手中的刺棍 所以这句话在当时的希腊文 就说你不能抵挡神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你再抵挡 再逼迫主的教会吗 所以保罗知道了 他原来所逼迫的拿着人耶稣 是真神 是救主 当你真的明白 你以前取笑 给你传婚的人 你不信耶稣 后来你真的悔改信了耶稣 你开始明白认识的 耶稣是你生命全部的主 你的生命从祂而来 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自己 无论祸祸祸祸死 总是主的人 你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救世已过 自我中心 自己想要操纵自己的人生 自己要掌管的人生 这就是救世过 在基督耶稣里你是新造的人 新造完全属于基督 你的生命来自基督 你要为基督而活 靠基督而活 这基督徒最基本定义 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 这些人是在效法基督 是为基督而活 这是基督徒最基本定义 所以也许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去认识其他人的这个 这个抬头的头衔啊或是什么名片上印大堆 但是基督徒是我们所最美的名字 包括牧师博士这些职份当然是感谢主是神人 但是最重要的是最美的名字是基督徒 你是属于耶稣基督人 你想一想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 这些牧师博士的名字 财主的名字都不能带你到天上去 但是你永远是属于主人 是基督徒 你不是新教徒 你也不是基督教徒 你不是宗教徒 你是基督徒 你是属于基督耶稣人 怎么意思 你的生命完全属于他 所以在布道会或传福音的时候 要讲清楚 有谁要上天堂信耶稣得救了举手 啊我愿意呢 那不信白不信 信耶稣上天堂多好啊 但如果讲人呼召说 谁要放下你的生命主权 从此你说耶稣基督徒的人了 你什么话都要听他的 你不能照着你的想法去做了 你完全属于他 你不再为你自己活 你敢不敢办这样的布道会啊 有没有人要信耶稣啊 我信耶稣是卖命啊 就是不是卖命 是说叫什么 千人卖生气的 就是我就不太属于 我属于基督耶稣 基督徒定义是这样 要不然你不是真基督徒 你可以是个基督教徒 道德高尚 来教会聚会的 穿西装打领带的 但是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心里有数 你要好好反映思想 基督徒是生命主权 完全属于耶稣基督人 所以今天的教会 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时我们办不到会 看谁要信耶稣举手 一大堆人举手了 然后再过了半年一点 再办什么陪灵会 有谁要全天侍奉举手 两道手续啊 耶稣是我的杀余 是我的拯救者 但他却不一定 是我生命的主 Lord 分两道 到最后你有感动 再现身吧 这不是在玩游戏闹笑话吗 当你成为基督徒 你的生命主权 你完全献给耶稣了 何需要第二次的献身会 主啊 我先要献身来侍奉你 这是你应该在当初 听到福音的时候 清楚像保罗这样子的 保罗第二句话问什么 他只说了这两句话 第一个主案是谁 搞清楚了 我生命的主 是主耶稣基督 完全属于他 我不再属于我自己 他要我做什么做 他要我为他受苦 我就为他受苦 他要我与他同德荣耀 我完全属于他 不再是我自己人 我无论是生是死 总是主人 我无论或生或死 总教的基督在 我生命中的照常显大 这是最基本的福音 如果这个不讲清楚 根本不是福音 第二个问题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 使命 主啊 我的使命什么 我成为你的人啊 你要派我做什么事 主啊 请说仆人静听 难道保罗会像我们 今天这样子 说啊 我信任你 可是我很想做什么什么 让我去完成我的计划 我再来跟随你吧 让我做什么事 把这些我想做完事 再说吧 等我将来老了退休 再奉献吧 我告诉你 你可能活不到老 没有人知道 明天这样如何 你的生命现在属于主 主要你做成 现在就要做 不要拖拖拉拉 拖延症 你知道主要你做 我今天就立刻去做 这是主的儿女 基督徒的定义 主告诉扫罗进城去 亚拉尼亚会来告诉你 我要拆迁你到外邦人中 你要成为向外邦宣教的传福音的使徒 令他们从黑暗中归向了光明 从撒兰全下归向上帝 这是我给你的使命 保罗从那一天起 他在亚基巴黄面前坐见中说 我从来没有违背 那种天上来的异象 是指大马色的光照 天上的大光照 他知道主啊你是谁 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他的一生活出来 就做主 要他做的事 这不是一个 什么超级的基督徒使徒表现 这应该是每个基督徒效法的 这叫十字架道路 这叫真正的灵命生活 这个不是口号 当然我知道 不是说你完全为主而活 你的使命要为主传福音 你就要成为全世界传道人 可以的 主呼召许多人 但是你在你的家庭工作岗位上 你是一个全世界的基督徒 无论你做什么事 为主而做靠主而做 不是做给人看的 不是在人眼前 那是你知道你是为主而做 主要你这样做 你是家里的孩子 就好好活出孝敬父母来荣耀神 你长大了 你的工作一切 包括你的婚姻都要荣耀神 这是你的使命 今天在教会里面 有的教会 还给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正婚结婚 那这是极大的错误 圣经婚姻告诉我们 要荣耀基督 以佛所说说 夫妻二人要活出基督爱教会 教会顺服基督的见证 对不对 你嫁以娶一个没有信主的人 你如何活出基督跟教会的合一关系呢 这不是这么强人所能 这是最基本的基督徒 你要是属于耶稣基督徒人 全产的事业能够超过爱主的话 布加弗音14章说 你不配做主的门徒 你若不悲喜的十字架 要跟从主是舍己的意思 本来这个老我就该舍掉嘛 有什么了不起 该舍的对不对 还抓得不放吗 若有人不舍己的 不能做我的门徒 我们真的有悲喜的十字架 跟随主吗 像保罗这样吗 像庭幕太将吗 我们需要反省 这个生命跟使命 今天你的生命是如何 你就会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 如果生命是你自己的 那我当然游餐玩水吃喝玩了 享受人生做我想玩的事情 但我的生命属于主的话 不一样 我要为主而活 靠主而活 这不是口号 而是落实在你生命生活 每一方面 有生命 没有使命 是浪费生命 在上活着这七八十年 有什么意义呢 人一生人一生七十岁 相当会活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精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便如飞而去 有生命 有使命 却不照尊行 是什么 抗命 更可怕了 所以我们从使徒保罗所说的 我是按照神的旨意 照着耶稣 就你生命的应许 所以我记得耶稣的使徒 保罗 我写信 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泰 提摩泰是他属灵的儿子 那么 提摩泰根据圣经 《使徒新传》记载 保罗第一次传福音 到以歌念路士的加拉太城的时候 提摩泰 大概跟他的母亲 接着说的 外祖母罗姨 母亲有尼西 这祖宗三代一起 信了耶稣 明白他们 他从小所信的 这个祖宗所教导 这个主耶和华上帝 是在基督耶稣里彰显出来 所以他们就叫信了耶稣 当保罗第二次来到这个加拉太城 一个念路士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弟兄姐妹都推荐 提问他这个年轻人 他有心侍奉 保罗就把他 当时神的呼召 带领他进入保罗的同宫里面 成为与保罗一起传扬福音 直到最后 保罗临终的时候 保罗写信给他属灵儿子提摩太 他说 愿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主 基督耶稣归于你 保罗书信常常说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归于 教会归于你弟兄姐妹 但这里很特别 他加上恩惠 怜悯 平安 加了怜悯这个字 那恩惠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上说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 所以恩惠赐给不配得的人叫恩典 而不然如果是配得 就不叫恩典了 所以可以说恩典是赐给 grace是赐给 赐给worthless 没有不配得的人 怜悯是mercy 怜悯是赐给谁 就在那个困苦无助的悲惨光源中 需要怜悯的 helpless mercy 怜悯是赐给无助的人 平安呢 是赐给没有平安的人 restless 其实这三个字 总化了基督的生命 哇 我的生命是完全是神恩典 我们讲到改教信仰 唯独恩典 一切都是恩典 从始至终 我不是当初信耶稣靠恩典 以后靠我自己 什么师父领进门 然后修行在我个人 我要努力怎么样 你是需要努力过精神生活 但是也都是恩典 你不只重生得救 称义是恩典 你的成圣生活 也完全是恩典 每时每刻 没有一个不是恩典 你知道你今天 如果你还没有得到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话 也不是因为身体多棒 你多么会保护自己 而是因为神的恩典 因为那身体很棒 保护自己也都得了 打了疫苗 打了三剂四剂 也得了 那没有打的 还没有得 也没有得 这显示 最 当然我不是否认的 我们都有责任 要保护健康 我只是说 那个第一因 最主要的原因 最后关键是 神的主权恩典 他保守你 他拯救你 必定保守你到底 你需要依靠恩典 什么事都 你养育儿女需要恩典 你在教会生活是否 你在家庭的领袖 每时每刻 你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 这让你谦卑下来 既然都是恩典 没有什么好夸的 保罗说 在更多前书十五章十节 他介绍自己说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I become what I am 原文没有那个意思说 对 你看我今天成了何等人 我得到这个学位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今天何等人 是我成为 原文就是我成为今日的我 那何等人 在明初时代翻译 我成为今日的我 都是神恩典 并且神的恩典不是突然的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明是恩典 但是是有目的的 这个目的是个圣洁目的 他 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 神按他的爱 他的主权之一 是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万事已先 他的坚决我们成为儿女 目的是要我们 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所以神的爱是 是有目的的 当然一个爱是无条件的 孩子啊 不管怎么 爸妈妈永远爱你 你去犯犯罪 我还是爱你 这叫做逆爱 神的爱不是这样 神的爱会管教你 因为台湾是成为圣洁 所以真正的爱是 神的爱是 无条件是有目的的 是圣洁的目的 是为了你生命的溢出 而使你成为圣洁 所以他不会容许他的儿女 你如果真是他的儿女的话 他会管教你 不会让你随意孤行的 同样的 这个恩典 保罗说在我生命中 不是突然的 这个恩典达到目的 完成这个使命 如果我屠受神的恩典 我在浪费神的恩典 我在浪费我的时间 我的生命 这真是常常我自己 或是你的生活的写照 我们浪费多少时间 现今世代邪恶 要爱惜光阴 赎回光阴 可是我们的确是常常浪费光阴 恩典 要达到目的 不是突然的 然后保罗继续说 在格林多前书15章 他说什么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多努力打拼 我为主劳苦 而是神的恩典 与我同在 在格林多前书15章时节 出现三次恩典 告诉我们说 这个一切准则都是恩典 就是都是恩典 我成为今天的我 而且在处境当中 我完全是靠神的恩典 因为他不是突然的 要达到他的目的 在处境里面 我的心是知道神的恩典 一直与我同在 成为我的力量 所以天生姐妹 子徒保罗是这样一个 蒙恩的师徒 我们在做天生姐妹 都是一样蒙了神 好大的恩典 长阔高层的爱 这个格外 我主恩典格外的丰盛 怜悯 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 求主堪恳可怜我这个罪人 平安 平安不只是说身心愉快 Shalom这个旨在旧约 新约平安 都讲是在神面前 活在神面前 还有真正的平安 主耶稣在世上有没有苦难 在我里面有平安 有人放心 我去生活世界 所以真正平安 不是外面没有苦难 真正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 里有的确实的 因为主与你同在 主但与你一生 旨意当中 无论遭遇何事 在基督耶稣里 你的心是有真正平安的 这叫做真正平安 使你这个胆怯 害怕 心灵可以在他面前 安稳 恩惠 怜悯平安 是使徒保罗 一生的生命的见证 他遭遇多少苦难 多少困境 他蒙了怜悯 他说我蒙了怜悯 才能成为传扬福音的使徒 我原来是逼迫教会 是不配的 我有平安在基督耶稣里 基督耶稣平安 在你心里做主 你当然一无挂虑 有凡事皆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然后保罗在第三节到第七节 说到提摩太 你要记住 我感谢上帝 我记得我的祖宗 真正旧约这些 纯正盼望弥赛亚 这些历代的圣徒 清洁良心事奉的神 我祷告的时候 不住地想念你 提摩太 从这段经文来看的话 他真是蒙了神的恩典 保罗说 我想念你 我切切想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 想到你心里无畏的信 无畏之信 不是假的 提摩太的信心 真实的信心 这个信心呢 他说 现在你外祖母 罗姨母亲有你心里的 是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提摩太 从小有很好的 这个家庭的养育 敬虔的后代 至少他们照旧约圣经 来教导提摩太 然后他说 还有呢 我深陷在你心里 为此我要提醒你 使你将神接的我按手 给你恩赐 表示 提摩太领受了使徒保罗的教训 有属灵长辈的教导 你看到神说到我们这些基督徒 感谢主 我自己也是从小有一个 敬虔家庭的环境 那我也有属灵导师在帮助我 但是接下来 说这两个之外 神赐给你恩典恩赐 在你生命中 你要去操练 去运用 所以神赐恩给你 所以你要将神 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眺望起来 你有责任要眺望 祭坛上的火是不能熄灭的 会目 圣殿 一旦在天上的火来点燃 祭坛的火之后 每日早上跟傍晚到现场 当天的凡祭 树祭 让祭坛的火继续燃烧 当你心里的火冷下来的时候 你的心已经冰凉了 你不想侍奉主 你的生命在退后的时候 这个世界 撒旦摩尔不断想扑灭你里面 心里面侍奉的火 要靠主恩典 如何眺望起来 靠恩典 如何眺望起来 你读过天路历城吗 天路客到了这个小市之家 他看到七幅图画 有一幅图画就是 不断地撒旦要灭掉这个火 但是在那后面 有一位不断在加油 让火继续燃烧 是谁 是主耶 是基督 主耶稣说过圣灵透成的话 也不断让我们心里的火继续在焚烧 也许你和我一样 曾经来到这个叫 江蚕灯火的这个状况里面 但江蚕灯火它不吹灭 比达山路火它不折断 它也不会继续让你 一直待在这个江蚕灯火的状况 它要复兴你 那个火会重新焚烧 所以你有责任要眺望起来 如何呢 第七节说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神所赐给我们每位他的儿女 每位提摩太 神所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所以我有 在主的里面才有刚强的心 这个刚强的心可以胜过胆怯的心 那仁爱谨守什么意思呢 圣灵所结的果子 在加拿大书说得很清楚啊 你记得那九样吗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这里说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所说的 仁爱就爱 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 谨守呢 是最后一个节制 同一个字 self-control self-discipline 翻译做节制 或谨守 表示圣灵所结果 在浓缩这里表达出来了 基督徒要靠着 从神来的爱 来学习爱神 践心 践心进去爱主上帝 也要爱人如己 操练这些 这就有九样的果 最后要显明这个 这个self-control 这个非常重要 太多弟兄姐妹 包括我自己在那里 我发现 我们生命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discipline 没有节制 我们拼命想吃那好吃的东西 拼命想滑手机 滑到时间过去 对不对 这不能self-control 不能节制 这是属灵生命的致命伤 你需要操练节制 为主谨守 敬请祷告 所以年轻人还从小 要操练节制 对不对 因为不会节制 它就会乱来的 所以它会浪费时间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特别要知道 但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因为原文说到 神所赐给我们的心这个字 心 它原文是spirit 就是灵这个字 你可以翻译做 神所赐给我们是圣灵 保护是在我们心中 与我们同在 圣灵不是胆怯 祢是刚强 圣灵使我们结出 这圣灵的果子 从仁爱到谨守 所以你要依靠圣灵 依靠圣灵造的圣经 就是神借着律师 在先知使徒传上话语 提摩太也是这样子 他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是他那个 因信基督耶稣得救智慧 三章十五节 所以靠着圣灵的光照 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火热起来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遵循神的话语 就是神借着圣灵所赐下的启示 这是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原因 这是我们的生命在被塑造 所以来到这个就是 第八节说到 所以提摩太 你不要以为主做监的为耻 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就一切相信的 你也不要以我保罗为主做监政 现在坐在监牢里面为耻 总要按照神的能力与我 为福音同受苦难 一开始就说明这封书信 强调我们要为福音受苦 如果你信了耶稣到现在 从来没有为福音受过苦的话 可能你要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基督徒了 没有什么苦受嘛 撒旦不觉得你是一个 有效的战略目标 根本不想理你的 因为你已经在他的欺骗掌握之下 如果你现在热心爱 你会发现基督徒 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 反而苦难增加 对不对 你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 好像享受人生快乐的 没有什么烦恼 人生虚空 但是信了耶稣之后 哇不一样 各种难处逼迫 排山倒海往来 特别你要教会侍奉 或要热心侍奉主 说我要全身侍奉主 跟我家人一讲 哇家人反对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撒旦知道 这个人现在很危险分子 他要为基督效力 我们要好好去整他 这说明我们基督生活 越是想要侍奉主基督徒 越遭越困难 越可以靠主得胜 你不要胆怯害怕 保罗当时逼迫到第一步 他下奸了 那么大家怕他 跟他有关系 黑名单 所以亚西亚 很多人离开教会了 甚至有被盗 假师傅出现 如果保罗说到是 亚西亚 凡在亚西亚 你都离弃 我表示一定是 教会里面绝大多数人 都背叛了这个信仰 怕什么 怕为这个福音信仰受逼迫 所以保罗说 你要为福音受苦 suffer for the gospel 如果你从来没有 为福音受过苦的话 真的是需要好好思想 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好多位福音受苦 什么是福音 你要搞清楚 所以底下保罗仔细讲 什么是福音 这个福音就是 就是第九节开始说的 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 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 不错 福音最后表明是 借着耶稣的受死 十字架 朝神里复活 在两千年前左右 但是这个福音 不只是从两千年前才开始的 这个神的救恩 神的恩典在万古之先 就已经神的救恩计划 安排了 不只安排 是预定了 这里说到很清楚 神救了我们 他召我们是圣洁的呼召 这个召我们是有效的恩召 是从天上来的呼召 是圣洁的呼召 让我们成为圣洁 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基督耶稣的人 那么这个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不是他万事以前 去看见 哦 这个人会信 这个人还不错 他信的时候会有好表情 所以好 我拣选他 这是人的想法 完全错误 神拣选我们预定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任何条件 我们是无条件 神拣选我们按他的美意 你要问我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 不是说没有人知道 你身上有任何条件配得 完全是神的主权恩底 他旨意所决定 这是因为 以佛所书第一章亲自告诉我们 神拣选我们 预定我们得儿子名分 是因着他主权的爱 他一直所喜悦 完全没有提到你我任何条件 不是他预先看见 那是他预定 这是奇妙的 这个就是神的话 我们不可以打折扣 神就万事预定拣选 我们是神的话这么清楚 好 而且这里看到说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包含我们做什么选择 我们什么想法 那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照他的旨意和恩典 来预定拣选我们 来拯救我们 所以神拯救我们 最终极的原因是 他的主权之间 不是因为你听话 听了福音 好 我选择举手 我觉得信耶稣 那个人不选择他的事 我选 所以如果 我听过有人说了 我得救 99%是神的恩典 我没办法救自己 但是呢 我要配合 所以神出恩典 99% 我出信心 我选择信他 加起来100% 所以我得救了 所以神99% 我1% 那这表达什么 这叫神人合作 这不是圣经真理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说 好像玩文字游戏 要省你的99% 我们是合作 这个股份 有限公司 我们合伙 我出1% 事实上 你这个1%很大 大的不得了 可以接受那99% 也可以不接受 对不对 说穿 你在玩数字游戏 因为那1% 可以否定那99 也可以接受99 所以1%比99还大 所以没有这种讲法 可以说得通的 你的得救 100%都是神的恩典 重生 完全神的主权 你丝毫没有参与 你想 死人一个 以弗所说二章 一到三节说 你是死在这种患当中 被撒旦摩托下的心眼 顺服着空中掌权的首领 在悲逆之子心中 有形成邪灵 你顺从今生心 是堕落的风俗 你放在肉体的心 似于是可怒之子 在神的震怒之下 是个死在罪中的人 死在罪中的人 有可能自己选择信耶稣吗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可以有拉撒路 在坟墓里面 他死了 主耶稣说 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听得见吗 死人听不见了 但是神的儿子声音 具有大能 叫拉撒路能 醒过来 活过来 听清楚了 出来 所以他就 身上还绑着果实鸡 还是要赶快要出来 是不是 是 他醒过来之后 他才有责任 要尊心主的话语 他没有醒过来 以前死在里面 他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力 可以自己配合选择信耶稣 所以信耶稣 你知识过信耶稣 是因为你已经活过来了 信心 主啊我要信你 我要回改 这是第一声啼哭 像个出生的婴儿 一个婴儿 他要有生命 拆成那个啼哭 我要回改 我要信耶稣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安眠的人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他就吃他们全饼 做神的儿女 下面一句十三节说什么 这等人 不是从情欲生的 不是从血气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不是你的仁义选的 那是从神生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 主耶稣告诉尼哥底姆 你如果不接着圣灵重生 你神的国 你看都看不见 看不见了 你进不去 你还会选择吗 这换句话说 是神的儿子的声音 叫拉撒路活过来了 所以重生 完全是神的主权点 你丝毫没有参与 当然你死在最终事 你要负责任 犯罪死在最终 但是重生以后 神赐给你悔改相信的心 我们得救 是本乎恩 他叫我们 与他一同活过来 当我们是这样 死在最后不看当中的时候 以佛所说二章四节 便他爱我们大爱 便叫我们以基督耶稣 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以佛所说二章八节说 你们得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You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恩典是 本质我们得救的原因 完全靠恩典 信心是没戒的原因 through faith 中文翻译 因的就是戒的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包含前面的恩典信心 通通不是出于你自己 那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 什么选择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 完全是神的工作 从生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了叫我们 行善 就是预备叫我们行 从生得救以后 才能开始行善 过圣洁生活 所以以佛所说 第六章 二十三节说 愿恩会 人爱 信心 从父神 和主耶稣 归于我们 真实得救信心 是神所赐的 不是你自己 挤牙膏挤出来的 彼得后书第一章 说到 我们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 表示我们是receive 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信心 真实得救信心 是神所赐的 当一个基督徒 他从头得救之后 他运用的信心 在信靠神的时候 这个信会救你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去吧 信心的来源 本源是来自神 但神不会替你相信 也不会替你悔改 你需要委身信靠他 但是这个真实的信心 不是出于你自己的 是出于神的 这就说明了 这里说到 神他拯救我们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以圣道招我们 乃是照他的旨意和恩典 请注意看下面一句话说 这恩典 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 所以要注意看 这个动词表达什么 是过去时代 是表示在万古之先 这个恩典已经赐了 不是后来才 你信耶稣才赐给你 不是后来 万古之先 他的恩典主权 就已经赐给我们 简议选我们 预定我们得救 然后到了时候的时候 你看 是不错 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 将这个万古之先 所预定已经赐给你的恩典 表明出来了 耶稣就借着 他借着死 败坏了掌尺权魔鬼 把死废去 将这不能坏的生命 有人将生命和不朽坏 Life and Immortality 表明出来 不错 我们现在耶稣的福音 十字架福音 两千年传开了 到今天 这是在时空里面的显示 但是你不要忘记 万古之先 唯独恩典 神已经赐给他的选民了 他的儿民 那你我是真正 重生得救子 我们是神的选民 感谢神 万世已先 他已经爱我 拣选我 他也爱我到永永远远 如果你说 你的得救 是你自己的选择 信耶稣 那我就要问你了 你会不会过了 一段时间之后 十个月 十年之后 遭遇什么 你不信啊 很有可能啊 因为是我选择信耶稣 我也可以选择不信啊 然而我们得救 重生 神的万无之间所预定的旨意 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 他的恩典不是突然 他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 我们都喜欢唱的诗歌 吉一恩典 何等干典 这个诗歌好像很少的教会 已经要唱了 我不知道你们唱不唱 还唱唱这些古典圣诗 这样那个诗歌后面几节讲到什么 这个恩典当初拯救了我 这个恩典一定领我最后到天家 恩典带我到今天 成为今日的我 他一定带我到永恒的天家里面 改教家后来到17世纪清教徒都是这样相信 这个神拯救我们的恩典 是主权的恩典 是一定是得胜的恩典 最后一定安领我们回到天上更美家乡 好所以一路的缘故 所以使徒保罗说 提摩太 你不要怕为福音受苦 不要怕与基督一同为福音受苦 因为这个恩典会拯救你道 这个福音是这样 万事已先神的预定拣选 他的恩典已经赐给他的选民了 在2000年前的时候已经写明出来 所以历史你要传扬 当你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 你会遭到逼迫 你会受苦像我一样 提摩太 但你不要害怕 不要胆怯 神的灵会使你刚强壮胆 来见证耶稣基督最宝贵的福音 神的主权恩典 唯独恩典 拯救我 拯救我到底 好 所以这是使徒保罗所说 因此呢 接下来 我为这个缘故 为了这个福音 这样的福音 这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福音 神的主权恩典的福音呢 我奉派做传道 做使徒师父 传道这个字 Hero 这个字就是在古时候 国王来了宣告 就会派他的这个使者来宣告 这个意思就是做使 这个宣告 来报告 好消息 福音这个字也是 大声呼唤 报告大家 古代的时候没有那些通信装备 所以在远方打仗赢了 赶快找个跑最快的 你记得大卫 大卫是不是有个跑腿的 赶快报告说扫罗 死了吗 在战场 所以这个跑腿就是叫做Herold 就是他一面跑来跑来跑来跑到这个城堂上在在等候看着远方黑影一个小一个小人跑过来哇越大城门口到声音听见他打他哦我们赢了敌人被我们打败全程欢呼快乐 这个教导来报消息报好消息他的脚中和家里奔跑所以保罗说我为这个福音做了这个宣告的这样子叫做中文翻译做自己做传道Herold 然后呢我做使徒有使命的门徒特别是使徒保罗做师父老师教导圣经真理教导福音为了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 我受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传讲耶稣福音我是传道我是使徒我是师父 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纲位上传承福音会遭到逼迫的没有关系 然而我不以为此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教导他都知道那日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这些动词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这几个字都是圣经使用的这动词叫完成式的perfect 完成了时代表示是已经而且继续不断的进行 我因为我知道我继续不断的知道我深信我继续不断的深信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这是信心的三要素第一个知道你所信的救主是谁 这个理智上的亲主认识 第二个也深信是全新的这样子的尾声convict 这样情感都完全放上去第三呢 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trust这个字尾声信靠 所以理智上的清楚认识情感上的这个皈依 这个意志上全然的交托这信心真实则就是信心三要素 我们是不是这样信耶稣呢 所以这里说到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谁 主啊是谁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 中文小字也翻译着或者他所交托我的 有人是说也深信他能保全 有人是my deposit deposit这个字就是中文按照前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二十节 已经后面这十四节说了这交托我们这个城镇画一个规模 这个善道这个福音是神交托给了保罗 托付给神的儿女要传扬 那保罗说他交托给我就成为我的depart者 我要我要好好的保守 我要尾声他能够继续保全我所交托他的 表示保罗说主啊你所交托我的 我仰望你恩典我要向你交账 那领受五千两银子的仆人是主人交 他要为主人要为了主人缘故 最后要交还给主人是不是 要交账 所以这个意思是中文的翻译都是对的 就是小字也是对的 所以他交托给我就成为我要来保守的这个真道 我是要依靠他所以我也靠他 他能够保全他所交托我的 总而言之这是两方面都有 那么所以这个主所交托我的 成为我要仰望他的恩典来 最后向他交账 我要守住这个福音为福音设苦 那这个成为纯正话语规模 我你从我听到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爱心 恒长手 一直有hold on to 一直守住 在基督耶稣的信 基督耶稣的爱来守住 不但如此 要靠着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守住这个重新交付的善道 所以纯正话语的规模 也就是罗马书六章说 这个道理的模范 整个这个福音整体 要靠主持守传讲 这称为善道 善道善这个字就是 卫生健康整全的道 所以福音是这样子的 纯正话语真理规模 是这样子的美善的真道 是我们需要恒长守着 牢牢守着 靠着圣灵守住 守住神的话 传讲真正福音 特别在这个危险的末后 世代第十五节 就是说在这个情况当中 所有亚细亚省通通离弃 许多教会很多人都不信 你想今天如果来逼迫了 来教会聚会都是非法的 都要没收财产 都要鞭打 都要怎么样 像那在回教国家 在铁屋国家 你想今天我们教会里 还会多少人留下来 你想一想 当时因为逼迫来临 保罗已经被捕了 那在亚细亚教会 在非常危险当中 所以一大堆人离开教会了 甚至其中还有假师傅 就是有非基督黑摩奇尼 这些字念起来都很难听 很难受 非基督黑摩奇尼 他们显然是当地有名的 甚至被教会里开除的教师 他们传讲异端 他们远离神 后面还会继续讲 这些异端假教师 但是愿主怜悯 阿尼瑟佛这个家庭 一家人 因为阿尼瑟佛 听到保罗在罗马坐监了 他波斯洛克亚西亚省 要来到这个意大利半岛 越过希腊半岛 路路很远 海运也很辛苦 所以这样说来 他波斯洛克到了罗马 到处打听保罗被关在哪里 知道保罗需要有人陪伴他服侍 他做他同工 所以他在这里 找到了保罗 殷勤的服侍保罗 以前他在亚西亚省 是这样服侍保罗 那么愿主纪念他 也在这个 当怜悯也赐给他 所以 这是提摩太也明明知道的 你要效法阿尼瑟佛 你要记住这个非基督黑魔秦这些可怕的见解 今天我们学到这第一章的信息 何等的扎心 一到二节讲到这个问难说明了这个生命和使命 三到七节说到这个生命的塑造信仰的传承 然后从第八到第十节讲到福音的核心本质 你要为这样的福音受苦难 因为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十四节说到 你是受了这样福音的这样托付 你要牢牢守着常常守着 然而是他的恩典 他必定能保全你所交通他的圣经的真道 传讲做见证 记住正凡两面的这个见证 这个黑基督黑魔秦的反面的见解 阿尼瑟佛的这个美好的榜样 虽然亚西亚神 绝大多数人都离开了狄西的福音 离开了使徒保罗 就离开了使徒传的福音 然而提摩太第二章第一节说 我儿啊 你要在我主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这是明天的信息 我们地球祷告 让我们在主面前的安定的时间 思想反省 生命与使命 我们从信主到如今如何被塑造 福音的本质 我们清楚认识是神的主权恩典 我们都受了福音的托付 我们生命生活的见证 正反两面的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 提摩太后书 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 在反省自己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 深切反省 主啊 我们的生命和使命是什么 主啊 你是谁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 我们认识你的福音的本质 完全是你主权的恩典 到万事以前就已经赐给我们 接着耶稣 十架受死 做成这个福音的恩典 接着圣灵保费是实施在我们生命中 所以我们得救了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领受了福音的托付 我们要牢牢守着 常常守着 我们要在这个末后危险的世代里面 靠主刚强壮胆 不要胆怯 不要害怕 因为你所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 谨守着圣灵 是都没有刚强仁爱 尽头的心 为主 与主耶稣基督 与主内弟兄姐妹 一同为福音受苦 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家庭 我们教会的荣耀 知道永永远远 因为一切都是恩典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 阿们 感谢主 最后用一点点时间 介绍一下 我所写的书籍帮助大家 在这些书里面 主要是圣经注释 帮助大家仔细地研读圣经 我也写了教务书信注释 提摩太后书的信息 书还在台湾还没有运来 所以如果大家愿意 继续查考思想 可以以后再登记 我们可以再看 我这边手上有一些 可以做一下 简单的介绍 很快 我只花五分钟就讲完了 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唯独基督是讲到改教思想 为什么神的主旋恩典是如何 仔细看 人本思想 神人合作是错的 那么我有以基督为中心 唯独恩典的福音 这本书 仔细讲解 从教会历史 从圣经解经 讲到今天我们如何传福音 这是可以参考的 唯独基督 那么 关于教会历史 我们需要认识 从使徒保罗一直到今天 我写了一本 两千年教会史 非常薄 不到一百页 可以快速的 鸟看式 认识教会历史 要兴起发光 另外呢 在这个末后的乱世里面 以利亚跟以利沙 实在是我们美好的见证 所以这旧约的 以利亚以差生平 乱世中仆 在改教的时候 最重要一本书 就是说介绍改教信仰 恢复真正福音 就是约翰加尔文所写的 基督教要义 其实它的原名是基督教的 基督教是敬钱生活 它的原名是敬钱生活 所以一共有三 一共它有四大卷 我把它合编成 每日灵修一天读一篇 三年可以读完 这个叫做 基督教要义 每日灵修 操练敬钱 有上 中 下 另外关于17世纪西门信仰 以后再介绍 这个重要的承接改教信仰 最后写成了整个改教信仰 从16到17世纪 把所有这些早期教会 到那个时候的最精华 所有的教义真理 都编成了叫做心理信仰告白 成为今天来说 在此之后的1640 再也没有新的好的信仰告白 能够超过它 它不是完美的 它都是根据圣经义写的 都有经文附著 也根据信仰告白 写的这个所谓的大小药理问答 小药理问答当时来说是 是要带领基督徒 在每个家庭里面 好好学习福音真道 从小开始教 叫做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107问 第一问是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答 一问一答很好背诵 小孩从小就意想背诵的 包括新教徒英语美国 他们家庭从小就念 所以他们熟悉这个基要真理 远超过今天我们这些成人 第一问的回答就是 人生的主要目的是 荣耀神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后面106问告诉你 如何荣耀神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那么这里有一个变成两年份的灵修材料 是有位叫Starmead这个姐妹所写的 那我们把它编译出来 所以是每个礼拜 每一天都可以灵修 你不知道如何带领 家庭灵修的话 用这本开始 每一天很简短的 比方第一问 它就有六天来教导你 每一天给你一个例子 有一些经文 比方说第一课你看的话 花点时间解释一下 牙膏做什么用的 白色对不对 刷牙用的 鞋油呢 插鞋子用的对不对 每个事情的被造都它的目的 所以如果你拿白血油去刷牙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孩子 哇 这很可怕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你被造的目的是为荣耀 是为神活的 这从这里开始讲起 所以小小孩从幼儿园开始可以用这本书 这意思 这主要是为到Middle School的孩子写的 都非常好 大人度我觉得很好 所以这本书 值得如果你小小孩或送给你的儿孙好好读 家长要带领他每天读 三分钟就读完了 可以一起分享祷告 教会历史 早期教会头五百年 可以说后来教会历史的根基时代 出现很多异端 包括保罗所提到这些 那么这本书从始终性算讲起 讲到五百年 所以对早期教会历史 包括今天所讲都有关系 叫先前所幸 早期教会史话 我在海外校园所连载四十篇信息写成的 给大家参考 我刚刚说操练进前 共有上宗下三册 三年份的每日灵修材料都编好日期 有些经文 所以开始可以讨论 历史书 旧约历史书 有本 用十二次来讲解 旧约历史书的要义 可以参考 还有一些圣经注释 加拉太书 罗马书 哥林多前后书 菲利比书 约翰一二三书 教母书都已经出版了 我的复材料是希望能够透过解经 讲到把这些重要真理 像讲解题文和后书讲解出来 帮工姐妹可以领修 所以每个都编成一刻一刻 每天一个领修 用小组材料或是主日学分享 好 那这些书放到后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 需要的话再跟红编弟兄登记 再次讲解讯 他们词 对